比亚迪不讲武德 但是我看着很高兴 这正月妹厨呢 直接先做的呢 这这个比亚迪宋普佑DMI荣耀版 也降价了 什么概念呢 十万九千八 这个荣耀版再添梦见 今年势必很少核子燃油车 什么概念来看 这是十万 这是十万 十万零九千八 不交购置税 直接买一辆这个A级空间最大 最好的混动SUV车型 我之前的对比过啊 就十五万九千八那款 就已经横扫四十万的燃油车 BVA奔驰GRG 帮忙叉叉奥迪特尔 就已经无敌了 现在十五万九千八那个配置 才卖十二万九千八 然后虽然是降到十万九千八 但是降价不减配啊 配置还更高了 还更好了 想一想啊 这个价位十万九千八都有什么玩意 来自己说 自己说 自己说 有啥 核子燃油车 有个屁 啥也没有 听懂吗 来 看官方 看啊 官方大说的 宋普佑荣耀版 十点九八万元起 开启清场模式 送又掀桌子 十点九八万元的 宋普佑荣耀版 直接掀掉屋顶 给客户希望 让何止绝望 加一句牛逼 这个老六我真的服了 DMI荣耀版 十点九八万元 上市 还有燃油 还是又为什么事 当然了 只要这个人具备正常的逻辑 他不是脑残 不是从洋梅外 贵舔狗 他对比试驾一下 都指到这个车好 对了 不交购资税 2024年3月1日 比亚迪荣耀全家统 在天大将 万众期待的宋普佑 DMI荣耀版 以十点九八万元起的 价格震撼推出 新车共推出五款车型 官方指导价 十点九八万元 只十三点九八万元 说实话 这个十三点九八万元 这个配置 可以横扫六十万之内 所有车 听懂了吗 零百加速七点九秒 综合续航超一千公里 亏电油耗才四点市场 听懂啥意思吗 什么概念 外形帅空间大 那是超级豪华 科技配置高 还省油 是不是安全性 还高 公路坦克 十二九八万 还有核子燃油车 什么事吗 我认为 在这种 在国产车 推出这么好的车的前提下 如果谁还买 这个核子燃油车 绝对是脑子 让你听 行了 接下来我就不读了 这个 有兴趣的老铁 去试驾一下 无论你以前 怎么喜欢核子车 你多么崇洋没外 你去试驾一下 了解一下 不当事吧 你也不损失 对不对 无论你多么嘴硬 试驾完了解完了 你都知道 这是一个国产好车 只要你是中国人 你不希望国产车 卖的好吗 现在已经非常好了 在车的产品里 已经可以把核子车 打得落花流水了 又便宜又好 你只要去了解一下 相信会颠覆你的任务 你就会果断的选择 这个国产型的完成 特别是混动 混动续号 没有这个底层焦虑 对不对 所以说 为什么那么多人 最后都选择别人 压力销量 一路高歌母进 而核子燃油车 是断崖式下滑 就是因为产品力 不是什么爱国 是首先是产品力 为消费者着想 首先消费者买东西 是正经白银 产品的好财买 听懂了吗 所以说 希望大家多去了解 多去支持国产 好的品牌的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